再咬 再咬 停 再停 顾不了余政不断 消防救难人员拿着破坏器材持续破门 一位有一名七岁男童受困家中 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大门终于撬开一个缝隙 救难人员硬是钻了进去 顺利救出受困男童 民众家中家具倒塌 造成小孩受困家中 男童获救让门外交集的家属们 终于松一口气 这起意外事件发生在桃园地区 上午地牛翻身后 依旧接火通报 有人受困民宅 原来地震过后 大门被倒下的橱柜挡住 屋内的男童扳不动 开不了门 只能等待救援 随即破门抢救小孩 所幸小孩无生命危险 生命真相正常 除了西半部的桃园 靠近正央的华联地区 灾情更是惨重 只见天摇地动当下 一处民宅内的物品 全往地上掉 客厅拉门也变成全自动 而原本在客厅玩的男童 火速和另一名小朋友 跑进房间找妈妈 而妈妈尽管自己也害怕 人为母则强 护着两个宝贝 直到摇晃结束 财务损失少不了 一家平安最重要 民事学员周炳瑜 赵永博 桃园花联报导 给大家看